76. 東方日報 臨界點前煞停情報台民航局 2015年7月22日港民A04本報信V-1在航空述語中代表決定速度 有本港民航機師指,當飛機起飛加速至此速度前,機師可決定繼續起飛, 亦或是煞停飛機,而飛機在V-1前煞停,跑到仍有足夠的康全距離公他停下。 一般情況下,飛機上任何故障、駕駛艙顯示屏皆會顯示,但當飛機進入起飛狀態時, 電腦設計會將一些極為細微之問題兵除,不作任何顯示,以免影響起飛。 但若電腦發現飛機出現之問題,有需要警告或提醒機師時,便會再顯示屏上顯示。 而機師發現後,為安全起見,通常會決定殺停飛機,但當過了 V-1一般需要繼續起飛,但亦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,令機師決定殺停起飛。 台灣民航局人員表示,一般情況下,殺停原因取決於機師再起飛前於臨界點的決定。 機師可以決定飛上去或是急停重飛。 如果是機初門沒關好,從飛時正確的決定,已排定的起飛航班。 若從飛,為修研誤時間,就要重排起飛時間。 細必往後言,如果情節重大,會有相關報告情報民航局。 機零16年可載400乘客根據資料顯示,今次攝市的客機波音777-300 機晶片號為B.H.N.J.交付日期為99年6月,機零為16年。 國泰航空的官方網站顯示,該公司共有合共55架波音777-300系列客機, 其中43架位仍然情客機,波音777-300可載近400人。